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被一些建筑 或者一些美学 他们有一些翻唱 然后最早的时候是 社区运营有一头脸 那個老公公很愛這部門 然後這套牛也是在他處理這關是比較 比較是一個異鄉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剛開始就發覺說 請非常多的人 然後他們設計那個 怎麼來蓋這個牛設牛排 然後請很多人來幫忙來幹 結果那個活動吸引不少人來參加 所以一開始就覺得這個好像是 是蠻不錯的一個活動 然後開始他們陸續就開始 像這個是以前的一個村長家的一個桌面 然後就開始把一些飛機的空間 慢慢向整個改造起來 然後改造起來之後 等於說 其實後避鄉因為5米2的時候 其實他會非常有體驗 蠻多油坑在走 那其實大概大家比較會出去 比如說是那個 昆天貝啊 那個地方跟火車站那個地方 慢慢的那個土工這邊也變成一個 然後大家會去那邊掛 然後 我今天要講有趣的是說 其實他們走了幾年之後 他們當然也是一直在做 所謂比較是一些 一些 廢機建範的一些 去整理或美化的一個方法 然後 像 這個是最近比較近的座 他們最近比較近 那他們現在也在考慮是說 因為 因為 這裡面其實還是有一些 這種境內在 那他們也在想說 這個境內怎麼用 然後 然後 對於他們 我說他們比較有免責的事情 就是他們裡面的圓圓比較重 應該有這次的好 他那時候就是 等於是他帶著學弟面進去運動 然後 碰到後面的時候 他本身每次 就等於做 就是 室內設計 或者是 建築設計這類的 他直接就在這個 村井裡面開了一間公司 然後 開始去接一些 外面的一些設計 然後 如果說有人來的時候 問他說 欸 有沒有什麼作品 簡單的 他作品就整個中間 所以村井裡面進去照 進去看 那我要講什麼 就是說 嗯 當然下鄉 有人就是說 可能一陣子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去個一次兩次活動 這次我參加兩次三年 那我相信有人會 會走到會真的 就是能在做自己 一個 選擇一個農村 就能一直撐起來 那我要講的這個東西就是說 他也真的找到自己 一個 生存的方式 因為 常常有時候 所謂 不管是今年下鄉 或許下鄉問題在說 很長的時間都是在做 自公或義公 你 你只是一直在所謂的 奉獻跟堅持 可是 怎麼樣讓他變成說 是在整個這個 現代社會也可以 比較 持續的 持續的所謂 居住下來 或者在這邊 發展的話 我覺得是 這邊倒是一個 滿意去的一個 一個形式 然後 去那邊要做什麼 我覺得說 很重要的是 所謂在地的支持 其實我想說 學生跟農人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在於是說 農民他們很多東西 他們是 非常生活中大自己 很習慣的事情 那 我覺得求學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不是 不是說我們在背一些 背一些資料 或者背一些 一些文字 其實他是在訓練我們思考 那今天其實我們 確定可以幫忙 直接說 我跟他們講 然後 你可以把 他講的東西 你可以去找出一些 怎麼講 這條理 什麼的條理 或者什麼的道理 在哪裡 那像 有些東西 我覺得一定要問 而不是說去那邊 就是 看看風景 然後走一走 聊聊天 然後比如說 就覺得這樣就是 很好 我覺得還不夠 其實因為你可以去問 然後 我 農村的去 欸 農村的阿伯他們 成為一個習慣 就是說 剛開始 反正就像我講 像那個 東琴那樣 坐在海裡面 然後你別看著 你東阿島招呼太離 反正 你都連人到破那 什麼 那這是最起碼 就剛才是這麼多 那 可是你 卡赫主義 一直叫你叫 他開始會跟你基本上 有一個 那種比較 生活的不懂 然後你再 再深層一點的話 你互相有一個 請教什麼 他們其他的 什麼東西 很多東西來跟你講 而且我常常感覺是說 其實 有時候農村的群民 他們有些話 真的得了幾十年 自己的小孩子也不想聽 那真的有人想要跟他 想要跟他 想要跟他講話 打開畫家的話 他很多時候會告訴我 幫他講一件事說 其實你慢慢 就進入到 回農村之後 我想說他不是只有風景 或者說你路面看得到 不行 其實 農村他一直分兩個區域 一個是他自己 居住跟生活的區域 一個是他農作的區域 那 有時候你只是在他生活的那個 什麼島 山河越南島 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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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或者是旁邊的這些農地 你才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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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真實的東西 大概就是說 其實我想說 幾個人強度來看 第一是關心 就是說 那個基本上 我想說 不管你去幾天 我想 既然 參加這個營隊 或者說自己想要到鄉下去 我想說 基本上的一個關心是應該是有的 然後 我先講就是說 像我剛才講說 其實鄉下去民有時候 在整個社會結構下 他們一直是被 被物業的一群 或者是比較被 割在一邊的一群 然後像這位是那個 豐原有一個叫 其實這個事情也很久 這是他的房子 然後這邊是這條路 這邊還有另外一條路 那個整個路要從這邊切 切一半 把牧子切一半 然後 這位 這位老阿嬤 他就帶著一個孫子 然後那個孫子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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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那個 智能有一點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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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他等於是依賴這個老阿嬤在住 然後這種就一直要切 這個地方 而且 那個道路設計得非常奇怪 然後他一直講 一直講 講很久 裡面有一位叫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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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可能跟他有一點親密關係 然後 那時候 不到通過 部落的在寫這件事情 然後 一直在講 在講 我要怎麼說 那時候 也是認識他 認識那位老師 然後一直去跟他媽媽 媽媽 我說過的感覺 就是說 你不能幫到他 我不知道 可是 對他而言 其實 有時候 他也 他也 不是那麼在乎人 不能幫到他 有人去 問他 有人去關心他 你知道他那種心情是 差多少嗎 就是說 常常有時候 他是在那邊 沒人 他講什麼都沒有 可是當有人 走近的 去問他的問題 就算你不一定能幫到他 其實對他講 就是一個 很強烈的感受 那種 拼命跟你道謝 然後拼命這樣 非常感激 就是說 還有原因 關心他的事情 然後第二個 我想說 除了那關心之外 另外又是一個 所有信心的建議 今天 不是說你只是去 關心他 給他一個 那種比較溫暖的感動 其實我覺得說 如果說我們是一個 城市區 去鄉村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個 很重要的工作 主要讓他瞭解說 其實鄉村對於城市 有很多重要 因為常常很多 對很多農村的人 都會演過 他們會覺得他 就是那種所謂 沒有希望 都會知道 老人家都會跟你說 都會知道 就是說 他只是想把這度 渡過去 為什麼這麼久 因為他根本不覺得說 這個渡家有什麼希望 小孩子都是往外走 這對很多農村的年輕人 我想 很多都應該說 那個 那個 就是 就年輕一輩 他們都希望你盡量到城市區 所以對於農村 他們其實 他們自己 是覺得沒有希望 但我覺得說 其實 下 所謂下鄉 或我們 比較青年到鄉村區 都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說 你要讓他瞭解說 今天不是說 只是擔心農村 而是說 實際上 比農村有農村 重要的 不是說 是 你 可以 那是 沒有 有 是 沒有 有 感谢观看